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今日談 我是全全 俄屋局勢持續升溫 現在已經有多個國家呼籲本國公民 離開烏克蘭或者撤走了駐當地的使館 另一方面當然外交斡旋仍在繼續 相關話題我們和時事評論員邱鎮海先生 一起聊一聊 邱鎮您好 你好 邱鎮 邱鎮我們看到最近 其實觀察俄屋局勢呢 幾乎全球媒體用的詞 要不然是僵持 要不然是升溫 似乎都處在一個量變的階段 那什麼時候會迎來下一個臨界點 事情會迎來質變呢 這非常好的問題 我現在研判可能是下個星期 因為大家知道在過去幾天 甚至在過去48到24小時裡面 局勢好像非常緊張 這當然相當程度是 美國維持的西方國家在放煙幕 前幾天我們知道 美國要求它的國民 包括歐洲也要求他們在烏克蘭的國民 說48小時之內離開烏克蘭 那麼具體的時間都已經下了 然後美國政治之後就儘快了 As soon as possible 然後呢 這個昨天我們又收到一個消息說 說在北京時間 今天零點的時候 說拜登要跟普京兩人通電話 那麼這個應該說是在 去年12月底之後 兩人的第一次通話 換句話說是今年的第一次 也就是俄乌局勢升級以後的第一次 那麼兩個人談 肯定要談出一些東西來 前天我們兩個在這裡說過 我說本來是副外長 是這個副總監上場 外長沒什麼用 總監上場 然後什麼馬克龍啦 什麼舒爾茲啦 那都是CEO上場 最主要是老闆上場 現在果然是兩個老闆通電話了 那兩個老闆通電話 肯定是前要有一些籌碼談下來 後要有一些結果 但至少從今天上午到現在 我們從公開媒體上看到的情況 好像沒有什麼新東西 兩人都是還在互相拉扯 這個拜登指責普丁 普京甚至是威脅了 說你如果因為他們喜歡用侵略這個詞 你們俄羅斯如果侵略烏克蘭的話 那你要承擔嚴重後果的 我們西方將跟烏克蘭在一起 等等等等 其實前年我們講過 其實這個普京 這個烏克蘭要入北約 北約已經明確跟烏克蘭說 如果俄羅斯侵略你們 我們只提供武器 我們不出兵的 但是在拜登說起來 還是他就威脅普京 普京也馬上反程相機 說你們西方根本就沒有 像烏克蘭世界壓力等等 這些你來我往 互相拉扯 這都是一種秀 與其說是實質運動 才不是說更多的做給世界公眾看 但對我們來說 這個大家要看看裡面的 看門道之餘 還要看熱鬧之餘 還要看看門道 到底兩人導致什麼 使他們開始談了 你肯定要有一點籌碼 然後再看談了什麼東西 未來可能會導致什麼結果 那果然在這之前 這個普京和馬克龍通了一個電話 就法國總統 這個馬克龍呢 大家知道上星期一的時候 他跟普京兩個人 在莫斯科談了五個小時 隔了一長長條的桌子 這五個小時呢 前天我在這裡曾經跟大家透露說 這個四個條件嘛 前面三個條件 都是普京不愛聽的 都是西方的條件 最後一個條件 算是普京比較愛聽 他就說 你要的歐洲冷戰以後的安全秩序 我來幫你跟美國去談 所以昨天呢 兩人又談了一百分鐘 一百分鐘就將近兩小時了 裡面觸掉交船啊什麼的 兩人差不多以後 一個人平均要 說話要五十分鐘了 加起來很長了 用我的話來看呢 就是普京要收貨了 普京要從馬克龍那裡收點貨 禮拜一到昨天 禮拜六晚上了吧 已經是五天時間了 你應該給我收點貨了 好 那麼今天早上 我把全世界 我能夠看懂的語言的媒體 我都翻了一遍 都沒有發現 到底馬克龍跟普京 一百分鐘談了什麼東西 我相信馬克龍是一定是 這個在過去五天裡面 他沒有白忙活 他一定是在斡旋 我們知道這裡面 什麼是前天我們說的 三方啊 四方會談 最主要昨天之前呢 還跟這個蘇爾茲通了一個電話 就跟德國總理蘇爾茲 蘇爾茲呢是明天 估計大概今天就要出發了 明天先到基爾見烏克蘭 後天到莫斯科見普京 雖然蘇爾茲呢 從過去一段時間 他的外交手腕上來看 明顯比不上馬克龍 但德法兩國 畢竟還是歐洲最重要的國家 所以呢 馬克龍跟蘇爾茲 通了一個電話等等 所以後來他們兩個說 德法兩國 現在立場是高度一致等等 但是這個還沒有解 還沒有辦法來解釋 到底馬克龍在過去五天裡面 幫普京爭取到了什麼籌碼 以至於普京在聽了馬克龍這個電話之後 願意跟拜登再同一個電話 這聽上去好像一幕一幕 真的像說書一樣的 因為這個中間就隔了幾個小時 大概就隔了兩三個 三四個小時 按照普京的性格 如果說馬克龍不給他交點禍的話 他可能一路之下 拜登的電話他就不接了 都有可能 因為這個電話是美國方面 要求跟普京打的 然後呢 普京一開始說 行啊 那就禮拜一吧 禮拜一 然後美國方面說 哎呦 最好是越早越好 禮拜六吧 所以呢 才勉強地放到了昨天 美東時間 昨天上午的11點 就是我們亞洲時間的12點 就今天0點 才總算是坦承了 所以說明這個急是什麼呢 美國人在急 普京根本就不急 一 提議是美國人提議的 二 普京說禮拜一 美國人說又要提前 提前是禮拜六 所以這個普京的這個態度 整個的態度正向前天 我們在這裡分析 他根本就不急 反正你們誰來跟我談 我就談 我反正這台籌碼我就放哪 要實在不行 我就在烏克蘭的北部 在這個南部黑海 陸地和這個海上 我反正兩面夾擊 這個擺出 跟人家大戰一場的爵士 但是其實真正的目的呢 是想以戰逼合 現在我要加一句 叫以戰來要價 這個如果說價格要不好的話 那有可能你剛才說計劃嘛 escalation 西方人說呢 你要descalation 你要是降低這個計劃的成果 那現在就千有機 千有彈 其實雙方啊 其實我們說都說 talk around 就是圍牢的一個核心 在轉圈子 沒有點到核心 現在西方的核心是說 你只要descalation就好了 你只要把部隊撤了就好了 那這對普京來說 顯然是他要達成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要重置電腦程序 你要重新給我談 歐洲的戰略秩序 那麼這個戰略秩序 現在美國根本不回應他 現在能夠回應的就是馬克龍 辛辛苦苦在各方在斡旋 所以昨天晚上這場電話 馬克龍跟普京通了100分鐘電話 某種程度比普京和拜登通了 現在美國記者算過了 一個小時零兩分鐘 談了62分鐘 算到精確到這個程度 所以前面馬普之間的這個100分鐘 要超過拜普的62分鐘 因為普京可能這個 拜登之間的談話 其實都是做作秀而已 但是如果說前面馬克龍 沒有給他的籌碼 按照普京的新稿 剛才我說 根本不可能去接拜登這個電話 那麼現在就是有一個空白 現在此時刻 我是沒辦法回答大家的這問題的 就是到底馬克龍給了普京 什麼籌碼 但這個籌碼相信不是完全的 已經一步到位了 普京是不可能一步到位 完全的這個完全滿意的 但是應該使他看到了一些 希望的曙光 因為昨天這個當普京抱怨的時候 跟那個拜登抱怨的時候 說你們根本沒有向 這個烏克蘭斯加壓力 然後拜登是怎麼回應的 拜登是說 你提出的要求 我們正在討論 我們會馬上再給你回應的 這個要求其實就是通過馬克龍 向拜登 或者向美國提出的這些要求 這個我們現在很難想像 因為普京這個三環 三環的目標 最小的根本我們就不關心 什麼烏克蘭不可入北約 第二個我們也不關心 就是什麼北約不能東擴 最主要的就是 我說的 他要重置電腦程序 重置冷戰結束之後的 歐洲的安全秩序 因為他說了 歐洲的安全是不容分割的 但是到底怎麼個不容分割 他要搞出一個什麼樣的 英文說Security Architecture 搞出一個什麼樣的 歐洲的戰略安全框架 現在很難想像 很難想像 所以這就是現在 普京跟拜登之間 通過馬克龍在傳遞信息的 這也就是昨天能夠談成 能夠至少是兩場談話吧 一場是馬克龍跟普京的談話 100分鐘 然後普京跟拜登的談話 62分鐘能夠談成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們說 外行看看熱鬧 內行看看門道 這個昨天拜登跟普京 你來我往 今天全世界媒體報導 都屬於熱鬧的一部分 剛才我跟大家講了 與其關心 普拜之間那場談話 還不如關心 普馬之間的那場談話 那個才是更有實質性 這也就是全世界的媒體 都拿不到的一個核心的信息 好 那下面好看的 就是從今天晚上就開始了 昨天這個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又給那個哲林斯蒂打了個電話 現在反正西方國家都在弄 最主要就是剛才我說了 這個馬克龍和舒爾茲 兩個人通了一個電話 因為明天舒爾茲去基附 後天去莫斯科 雖然我本人是對舒爾茲 並不看好 我認為他的無論個人的魅力 這個國感 還有外交經驗 還是包括個人魅力 各方面都遠不如馬克龍 所以從這意義上說 30年前歐洲統一 是德國拉著法國的手 現在是在歐洲戰略主導的問題上 是法國在牽著德國的手 但是我們不管了 但是好歹 一個一個國家歐洲領導人 都要先後去CEO 都要去見見普京 下面就輪到德國出場了 德國不出場也不行 你做一個歐洲大國 所以這次是馬克龍 一方面我們可以說是協調了 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就在 交交這個舒爾茲 你後天 明天到了基辅 跟哲倫斯蒂怎麼說 後天到了莫斯科 你跟普京怎麼說 如果哲倫斯蒂有這個反應 你要怎麼樣 如果普京這個反應 你要怎麼樣 最後呢 這個舒爾茲 基本上是言聽即從 所以最後兩人 這個馬克龍就對外放風 說我們德法兩國 現在意見是高度一致的 所以明天開始呢 雖然這個在風格上我並不看好 我不認為這個舒爾茲 能夠完成此重任 但是好歹也要去啊 所以還有明天 後天兩天 可以看看 那麼昨天還有非常有意思的是 這個美國在放風 剛才不是說嘛 說要求他的國民 48小時之內要離開 那就意味著快打起來了 然後呢 中央情報局 CIA 昨天又公佈了 對外公佈了說 他們已經拿到了 這個普京要進攻的期限了 這期限就要2月16號 言之著著 我們要有文必錄啊 記錄戰案 如果說2月16號那天普京不打 那中央情報局就名譽掃地 如果普京打 那就說明你還是 你的情報工作還可以 但是理論上 情報機關對外發消息啊 基本上都是 英文裡面有個叫secret warfare 都屬於秘密戰的一部分 情報機關都是收集各國的 什麼叫情報機關 情報機關就是國家支付你錢 讓你去偷另外一個國家的秘密 哪有什麼把秘密偷來 再向全世界公佈的 沒有的 所以他凡是把別人的秘密偷來 要向全世界公佈的 他必須要完成一個 更加重要的一個目標 這就是現在普京昨天 一直在跟馬克龍 跟那個拜登在抱怨 說我並沒有要打烏克蘭 你們現在搞得這麼 像全世界都說我要打烏克蘭 其實呢 理論上啊 其實普京也 我說了他是以戰逼合 現在是以戰來要價 要價 其實前天我在這裡說了 他這個 他跟當年這個小布什打伊拉克不一樣 小布什打伊拉克是為了打通這個通道 今天普京要打烏克蘭推了 他達到什麼目的呢 是為了達到重置歐洲 戰後的安全秩序的這麼一個目的 他並非要佔人家欺負 更不是要滅人家烏克蘭的這個國家 而是只不過要重新洗牌 把歐洲的戰略自己重新 所以打不是他的目的 但問題是 就是我不打 你老婆跟我談 我得讓你放點血 你才能夠讓我 這個做回談判桌上 咱們才可以談 這叫以戰出談 但是現在美國呢 也看到這個路數 我就是在全世界軒攬 你普京要打啦 要打啦 要弄那個這個侵略者的形象 所以現在搞得普京很惱火 所以現在普京內部其實也沒有想好 也沒有想好 所以在這麼一種情況下呢 馬克龍也好 舒爾茲也好 什麼約翰遜也好 特魯杜也好 這些CEO們就是有了一點空間 穿梭來穿梭去 但是普京不急 反正你們穿來穿去啊 你們過完了 反正我只要我要的牌 你們能夠給我拔的底牌要住 能夠拿來 那就行 拿不來 那我到時候真的讓你們放點血 但是放大血呢 普京也不敢 說實在 因為你這個沒有意義嘛 到時候幫了一下你這個目標又沒達到 就要賠得富人又捨兵 偷雞不成十八米 對不對 所以它現在其實雙方或者各方都很微妙 現在最急的是什麼呢 最急的是歐洲這些國家 因為一旦打起來就在他們家門口 無論對他們的能源會有損失 對德法的能源 對他們的經濟會有損失 對他們各方面都有損失 最不急的其實是普京 當然普京內中很急 因為他這次是冷戰結束以後 30多年一個總清算 但他也不在乎這一天兩天了 更不在乎一個星期兩個星期了 所以回答你最後一個問題 我認為在2月20號之前應該肯定不會 2月20號因為北京冬奧會結束嘛 這個在冬奧會結束之前應該不會 那除非真的是談不攏 中央情報局這個消息真的是很準 2月16號 所以呢 中央情報局基本上 他把昨天2月16號這個東西 把他一公佈的話 就把他1947年以來 中情局一世的英明就壓在這上面了 到時候我們大家看 如果2月16號那天打不起來 中情軍以後就從此就退出歷史舞台了 就別玩了 退出江湖吧 當然真的是半開玩笑 那麼普京 俄羅斯跟中國也是好朋友 所以應該不會在2月20號之前動手 而且他動手 他也要動出個名堂出來 所以從現在開始到2月20幾號 到2月底之前 應該外交還有空間 這就是中間那些CEO們 穿梭來穿梭去 他最急的是他們 所以讓我們先看看 明天德國總理索爾茨到基輔 後天到莫斯科跟普京談出什麼東西 然後每天晚上 這個索爾茨跟馬克龍兩個人都會通電話 然後我們再看看 那個禮拜三2月16號 中情局那個壓在保上面的一絲的英明 會不會就此煙消雲山 他說2月16號要打 我們還真的看打不打 反正我們是吃話群眾吧 我們就看看 未來三天 這個情況很有意思 禮拜一看看 蘇爾茨到基輔 禮拜二看看 蘇爾茨到莫斯科 禮拜三再看看 中央情報局這個情報准不准 是 其實各方都有召集的理由 但是外交握旋的窗口依然是存在的 我們就看接下來 這關鍵的一段時間 形勢會如何發展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關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 一會兒見 歡迎回來 美國總統拜登日前發布了 任內首份的印太戰略報告當中 重點提到了台海問題 強調會和夥伴一起維護台海和平 相關話題 我們和時事評論員邱振海先生聊一聊 邱先生你好 你好 邱先生您怎麼看 拜登發布的這份印太戰略報告 這個印太戰略真的是 吃吃三三來一次 這個只聽樓梯講 不見了一下來 這個今天已經是2月13號了 拜登上台已經快13個月了 到現在為止才出來 這個馬上離他 中期選舉都進步了 所以一半時間都已經過去才出來 說明什麼呢 說明美國人在裡面 還是正式破費思量 這個印太戰略 其實不是拜登團隊的發明 是特朗普團隊的發明 以前的美國人 從二戰結束冷戰以來 他一直是亞太戰略 Asia Pacific 就是西太平洋 這個一桿子插到底 只有到特朗普時代開始 他在咱們中國的南海這邊 幫了一下拐彎了 拐到印度那邊去了 變成印度太平洋戰略 所以西太平洋到這邊就拐彎了 這個裡面其實它的戰略目標 其實就是為了堵住中國的出海口 因為我們國家 對西對北 我們是大陸國家 對東對南 我們是海洋國家 那麼對東是太平洋 太平洋太大了 所以我們的最主要的出海口是 往南是進入到印度洋 然後進入到南太平洋 那麼我們直接的出海口 就是南海 所以南海問題會如此重要 所以美國就第一步 都要在這個地方給你堵住 那這地方給你堵住 它靠原來的西太平洋 那就不行了 它一定要在這裡第一道給你堵住 所以這第一道堵住就是印度 所以要把印度給拉進來 所以印度就很高興了 美國人又把它忽悠成 從人口上來多 它是最大的民主國家 所以搞得印度非常高興 然後第二道它就拉住澳大利亞 所以這就是AUKUS 就是三國聯盟主要原因 如果說南海這邊擋不住 印度擋不住 由澳大利亞再來擋 所以這就是當時其實是 這個特朗普團隊底下的那批 那批秀財們 戰略精英們 把它做了一個設計 好了 這個基本上就被 被拜登團隊全盤照收 但是好歹拜登團隊 號稱比特朗普團隊更專業 他總要搞出點別的東西出來 所以憋了憋了憋了13個月 總算憋出來 昨天憋出來這麼一份東西 叫美利堅合眾國 印度太平洋戰略 好 那裡面它分五個部分 就分五個大點 第一個部分叫Free and Open 就是自由和公開 或者自由和什麼 就和公開 那個裡面就主要強調它的價值觀 就是我們在印度太平洋 那個區域 我們主要以價值觀來構建 這個東西是有別於 當時特朗普團隊的做法 特朗普團隊因為它只是搞貿易戰 等等等等 只有到了拜登團隊 尤其到了去年7月份以後 也就是過去六七個月 它就更加注意它的價值觀 用價值觀來綁定這些 這是第一個 它叫Free and Open 第二個它叫Connected 就是鏈接 鏈接裡面非常關鍵 鏈接裡面它強調 就是所有次 它裡面一個一個國家點名到 它要鏈接哪些國家 分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就是Allies 就是它的盟友 我們經常聽美國人的官員說 We have allies and partners 注意它就是說 跟我們的盟友和我們的夥伴 美國人的語言裡面 它內部是有區分的 它的Allies Allies就是盟友嘛 就軍事同盟國吧 就是有錢出錢 有利出利 有兵出兵 軍事同盟國 美國在全世界就七個國家 其中就五個在亞太國家 另外兩個不在亞太國家 一個是英國 一個加拿大 一個管歐洲 一個管北美 五個在亞太國家 這個當時都是冷戰遺留下來的 一個就是日韓 美日韓戰略同盟 另外一個泰國 另外一個菲律賓 菲律賓以前是它的殖民地 還有一個就是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是幫美國看拿大門的 好了 昨天在這個connected 就第二部分 就是鏈接 鏈接裡面它第一個範疇就是講 我們要跟我們的亞太地區的 五個Allies 五個這個盟國家庭聯繫 棒棒棒 一個一個把這個名字全部點出來 這不是新東西 這個我們老早知道了 美國以前在冷戰時期 美國在東南亞就有半月形包圍圈 當時為了對付蘇聯 對付新中國 這都不是新的 只不過美日韓戰略同盟 在後來90年代有個重新定義的過程 什麼的 關鍵是後面的 第二個Partner 我再說這個美國人經常說 We are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這個Partner 什麼叫Partner呢 夥伴 美國人它內部 它有個三圈 它最核心的是它的盟國 就是Allies 往外的是它的Partner 再往外的是它的Friends 朋友 很有關係 所以誰是它的朋友 誰是它的夥伴 誰是他們的盟友 一般大家盟友都知道 就七個國家 德國 法國 新加坡都不是它的盟友 誰是它的Partner 誰是它的夥伴 誰是它的朋友 只有美國人自己知道 好了 昨天 注意啊 昨天公佈的印太戰略裡面 誰是它在亞太地區 未來在印太戰略裡面 在印太戰略裡面要的盟友 一個一個都出來了 我一個一個跟大家說 我現在記憶所及啊 新西蘭啦 什麼印度啊 印度尼西亞啊 馬來西亞啊 新加坡啦等等 泰國是它的盟友啊 後面來了 還有新西蘭 前面這些我們都 大家都可以簽收了 基本問題不大 後面兩個 一個是台灣 咱們中國的台灣地區 第二個是越南 大家注意啊 在美國最新的印太戰略當中 台灣和越南已經妥妥地 成為它的Partner 也就是剛才我說的 三環裡面的 他們已經不是它的Friends了 不是它的朋友了 越南跟我們是意識形態 政治體制相同的 我們都是叫什麼 同志加兄弟 對不對 友誼 我們跟朝鮮是鮮血凝成的友誼 我們跟越南是同志加兄弟 從胡志明時代留下來 雖然中間大家有一些不愉快 但基本上現在都還是 共同的政治體制 共同的理想目標嘛 好 現在越南已經 不是它的Friends了 不是它的朋友國了 是它的夥伴國 換句話說 一不治療就要進盟友了 中國台灣地區 也已經成為它的夥伴了 那麼據我們知道呢 過去呢 像越南啦 咱們中國的台灣地區啦 包括冷戰時期的中國啦 都是他們的Friends 都是美國的朋友 因為朋友它可以很多吧 它可以很多一個大權嘛 但是夥伴 你像德國了 法國了 這些國家都是它的夥伴國 英國 加拿大 還有剛才我們 美日啊什麼 這些都是它的盟友國 但這次最主要的就是 台灣地區和越南成為它的夥伴 這是第二個層面 Connected 第三個層面它叫Prosperous Prosperous就是繁榮嘛 繁榮呢 那主要是講經濟上的繁榮 高科技啊 芯片啊等等 另外最主要的就是在 現在已經2月中了 今年這個一季度結束之前 它要出台一個叫 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就是印太地區的經濟框架 這個是去年大概是10月份左右 美國的商務部長雷蒙多 到馬來西亞 到新加坡去訪問的時候定下來 然後美國方面就公佈了 說要在2022年的這個第一季度 完成結束之前 這個印太地區的這個經濟框架 要成形的 這經濟框架主要是 著眼於半導體產業 主要是著眼於半導體裡面的 芯片生產企業 那麼這裡面的基地 這裡面中國台灣肯定在裡面了 台積電啦 日本啦 韓國啦 還有新加坡啦 還最主要把馬來西亞拿到其中 因為馬來西亞的這個 半導體製造工業是 就製造方面 加工方面是非常強 對 是非常強的 對 是非常強的 所以從這意義上說 它這個 這個我們一直說 它是這個兩方面 兩方面在歐洲 它去年開始搞了一個TTC 或者有人叫TTTC 就是Trust Atlantic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就跨達西洋的貿易和這個技術委員會 那是講歐美之間的 其實也是針對中國的 高科技 芯片產業如何整合 現在在亞太地區 印太地區 要搞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就是印太地區的經濟框架 都是著眼於高科技 都是著眼於芯片創新和製造的基地 用我們的話來說 就是一個是西部戰場 一個是中部戰場 在今年上半年要完全成形 西部戰場已經成形了 東部戰場在這個印太戰略當中 完全提出來了 所以這第三塊就是Posperance 繁榮 第四個叫Secure Secure 大家也都知道安全 那就是要搞這個AUKUS 這個三國聯盟 注意 最近我們還有一個叫Quart 四國委員會 最近不是布林肯正要在澳大利亞法務 就是參加這四國委員會的一個外長會議 就是美 印 日 澳 四國委員會 所以它是把它放在connected的這個部分 就是鏈接 鏈接 這個AUKUS它是放在Secure裡面的 這當然還有其他的了 第五個叫Resilience Resilient就是叫什麼 這是叫韌靜 那主要就是說我們在各方面 全球化 地區經濟 自由貿易 還有就共同抗擊新冠疫情等等方面 就是我們這個地方更加具有韌靜 對付危機 對付健康 對付什麼 這裡面對中國不左一致 但是各個後面都是針對中國 所以這我就簡單的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從某種程度來說是舊瓶 但裝了新酒 舊瓶我們老早已經知道了 但關鍵今天我大概花了這點時間 跟大家介紹一下 裡面裝了一點點的新酒 這個新酒裡面 其實要引起我們未來密切的關注 這一點點的新酒 到底會不會繼續發酵 我們繼續關注 好 謝謝邱先生點評分析 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新日談 再會